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講和國場 神經病 暈走了 大家突然瘋來了 基本 又來到第28集的保譽黨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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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待會兒台慶有沒有什麼搞作 我還在想起 有一天我情商在店裡收銀 你情商? 那些中文好一點 就是嚇串 然後有個同學來買東西吃 同學? 是同學來的 然後就說你跟光哥的聲音真的很像 然後就很細心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是呀 是呀 你是吵架的 你是龍的 但是那個同學 就是你二次同學還是什麼 不是啊 大學的同學 應該是我的客人 我的小朋友 是年輕人 就是他看到我收銀 不知道 很好笑 笑死 很好笑啊 吵你了 說笑而已 好我們開始今天的話題 我們看到我們的封面寫著 咦原來我還沒有轉左邊的字 不要緊我一邊轉一邊說 今天是說 雞鵬 咕咕咕咕 雞鵬 我們上幾集講完這個 不是雞豆 雞鵬 是雞鵬 電子他媽歌詞 這次說雞鵬是怎樣呢天命 是啊 即是怎樣呢寶哥 即是怎樣呢 雞鵬是什麼呢 雞鵬的意思呢 根據這個我的演繹 根據你的康熙字典 就是一些搭起鵬 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一些陷阱來的 那就是怎樣令到受騙的人呢 就更加容易中計 簡單點說就為之雞鵬 即是總之是一些江湖術語 即是叫做切焗的引人落搭 就為之雞鵬 那雞鵬搭得漂亮呢 即是網絡的故事也好 規模也好 各樣呢 正啦 我還以為你雞鵬搭得漂亮 接著會押韻 是怎樣 雞鵬搭得漂亮 是 我們等一會再想我們說正經的事先 是 騙人錢都快漂亮正啊 好 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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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好 那說一下什麼 你們有見過什麼雞鵬 地獄 地獄雞鵬 那個其實又不 那個教你怎麼回答 是他教你怎麼回答雞鵬 那其實大家學到東西 雞鵬當然就犯指騙局啦 是 那其實呢 如果你不用一個這樣的定義下去的話 其實雞鵬就是告訴你 就是他做好了他的Marketing 他做好了他的故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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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漂亮夠成的你就可以買得多 或者多些人就拿得 是啊 就是這樣 簡單來說就是怎樣Marketing 你自己和你自己想要的project 是啊 你說起雞鵬 我想起大陸有一個很出名的故事 就是形容 就是你等我講話 請願那邊 什麼 請願 請願計嗎 搞笑而已 你繼續吧 怕不多疏 那就是說 就是有一個街市 有一個黑夜黑食 然後呢 那些人給錢他 他就特意去問別人的地址 然後記下他叫什麼名字 還有記下他給了多少錢自己 然後呢 然後呢 他整天黑黑了一堆錢 然後他第二天拿著超跑 然後西裝骨骨 然後逐家逐戶 十倍地付錢給別人 是啊 就說 哎呀我多謝你啊 其實我是下來是 我是有錢佬來的 我是下來體驗生活的 想不到這麼多善長人 因為他對我這麼好 我現在呢 就一百倍奉還給你 是啊 然後呢 他之後第三天呢 他繼續扮黑衣在街市那裡黑食 然後那些人看到 喂 他昨天 他大前日黑食 前日 他前日黑食 昨天就派回一百倍的錢 我們想想想 把錢給他了 然後呢 就把那些家當 全部典當了 全部給了錢 他心想 哎呀明天他一百倍給我了 然後呢 那個黑衣呢 就從此消失 再沒有出現過 這些是異曲同工之妙 這個故事呢 是異曲同工 是異曲同工 有個同工很異曲頭 是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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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繼續 唉 唉 這個故事本身是想來形容 大陸的股票市場 他就是想說 大陸 你老尾 那些什麼 什麼A股 B股 深圳H股 含嵐白難 全嵐寶 都是變局來的 他是想這樣說的 但其實他講了中間最奧妙的事情 就是輸錢皆恩贏錢起 沒錯啊 每樣東西一開頭 都是有你的好處 是的 其實所謂很多時候的好處都是你陷阱的開端 是的 就是你貪 這個真的太弄筒了 又不能夠這樣一概而論 是不是貪就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講講 我們有遇過什麼雞朋友 譬如可以講講講黃店 嘩這個精彩 突然間 很敏感 很敏感 因為我們配合我們剛剛星期四的影片 講這個黃色經濟圈 我們最近收到一個 火靠消息 火靠消息 他就有說 他有一間普通餐廳 可能是在黃區的 但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本身可能都是 我不知道他出於好心還是什麼 總之他門口就貼了一塊牌 就說我們就籌期 那我們這裡籌夠五十萬 就會全部捐給612 或者升火 是 變相他打他這樣的東西 那些人就明明吃五十元的飯 會放五百元在填箱裡 是的 然後他就不知道三個禮拜 一個月就已經籌夠了五十萬了 然後呢 但是他不拿走獎牌 他不拿走牌牌 到最後他四個月之後籌過三百萬 然後呢 然後他真的捐了五十萬 然後他就自己有換車 好像真的捐了五十萬 之後好像買了一個貴車 類似這樣 這些故事 不想知道是什麼故事 不是啊 他是餐廳來的 就這樣 他門口貼筷牌 在那裡 然後就 那一刻我跟白兵生想 我們這麼辛苦做事為什麼 我們早知道開一間餐廳貼筷牌 就說 我是撐黃的 我撐抗爭 然後放個箱子在那裡 是啊 那我們就發彈了 點子光復地球 光復銀行 是 這樣 整個宇宙 是啊 所以呢 這些也是 大家可以明白 即使這樣說 我當他 拿完那三百 他真的捐回那三百 也好 我們是要明白 當中 為什麼他可以在一個 完全不合乎他的比例 他可以賺到一些錢 是啊 當中那個就是雞排 當中你借著這個社會運動的氣氛 你去做的這些宣傳 那當然是雞排 那就孕育了很多很奇怪的產物出來 例如他的老闆是欺的 老闆是癡的 然後對員工不好 有些東西很難吃 但是他仍然開好生意 為什麼 他的雞排打得好 他又入不知哪間大河煮食 就是那些嗎 就是那些 他很早在這個運動發聲 嘩 有些範圍是什麼 他是第一間 發聲 我猜你有沒有 2014年那些是死的 2014年我真的有朋友 是鋪都不開 拿走那些爐子 下去煮食 是派給那些 在那裡 就是最後那些開嘉年華的人 當然他不是打算去參加嘉年華 而是他擔心那些年輕人沒有東西吃 他特意一車車車過去 是啊 這些就是雞排 所以有時候大家看到那樣東西 好像很笨 雞排打得好漂亮 大家就要保持一個警惕的心 其實之前這個Bitcoin這個幣家火 都有講過 幣家火 是啊 就是那些Coin上市的時候 他們有那個白皮書 白皮書 就介紹他那隻Coin 這就是那個雞排 Exactly的雞排 不過是寫了出來的 是啊 其實你怎樣做 比如在Coin下 你怎樣做一個成功的雞排 就是你拉很多有名的公司下水 沒錯 或者出名的人下水 嗯 是啊 這個其實是異曲同工的 譬如你任何project 你拉一些名人啊 有知名度啊 或者做一些Treat的事情 都是可以成功踏到一個雞排的 是啊 對啦 那今天呢可以借點兒子 說一下這個 新鮮滾熱的一個 比華利山騙案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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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比華利山騙案 是吧 那到底是有什麼事呢 天明究竟是什麼事呢 是什麼事呢 事源要介紹一個 擁有140間公司 三棟比華利山別墅的獅子會會長 黎博士 嘩 他是一個 他也很像新聞也 他都很形麥的 幾年前的照片都很新潮形麥的 大家上網搜尋一下這個是誰 然後你再定義一下 天命對形麥這兩個字的定義 很少聽過形麥這兩個字 你都比較偏 偏風 我覺得他有點像風水爐 也有點像 就是那些 總而言之就說自己不是富二代 靠白手興家 然後就賺了很多錢 就是這樣 但是他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就是在比雷利山那裡叫做開P 就是認識了很多名人 因為比雷利山上面也住了很多明星 名人 你住的那裡也有錢的 坦白說 然後他經常開P 到處認識人 然後打造自己的形象 我長袖事務 又很厲害 我又是博士 又怎樣又成呢 然後 就開始來了 為什麼呢 有些投資計劃介紹給你 是那類東西的 他又有些什麼 有這個project 又怎樣 有錢大家一起賺 那類的東西 然後呢 就問人好 拿了很多錢 江湖傳聞 這個還沒Fat check 就是某知名的謝氏夫婦 是不是張氏夫婦 對 俗梭 不要笑 大家知道是誰 不要笑 然後呢 這樣就是 騙了一千夜 騙了一千夜 但就是否認的 那女主人就 說真的 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對 其實我們的友台星期二得道 都有說到這件事 是嗎 對 他們幾天前說了 你繼續說 對 就是這樣 整個故事 其實我想他的故事也很簡單 當然剛剛我一開始說過 大陸股票市場的故事 就比較極端 即是一些很即時 即是他三至德的朋友 但是這個朋友 先不要說是否簽子 一會兒他可能回來 光榮回歸 還回所有收錢 那不是騙子 他有一件事是很成功的 就是第一 他高學歷 博士 你博士說話就是厲害一點 博士說話就是完結了 然後第二 有錢 有地位 獅子會會長 然後住的地方 豪華 然後經常開批 好像很闊綽很大方 那些人就是最喜歡這一類人 因為這一類人就是香港定義的成功人士 所以這一類人就是我們本身 不是我們 香港人天生塑造的價值觀 就是對這一種人是趨之若無的 所以我聽回來的 不同的版本 除了一些可能出名一點的人 又或者是很聰明的人 中招之外 其實有其他可能不算很厲害的階層 都是會被他舔盡了 其實以他這樣的背景 莫說話是有個項目要大家搞的 其實他叫借錢大家都很願意去借給他 他獅子會會獎 他住在華利山 我不是怕他走傻 誰知道我真的走傻 這個令我想起 其實那些套路都很像 他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招而已 因為我跟阿光都共同認識一個 他是騙子的 我相當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去西貢瓦洞四、三層的 整棟都是他有泳池的 又是開派對 最後真的看到很多人在這裡 在這裡開派對 是這樣的 但是後來有人再發現那一層樓都不是他 其實都是 但是他又有方法可以開派對 可能租或者不知怎樣 但是其實都是同樣的套路是甚麼呢 從怎樣去搭一個雞排 就是幾樣東西 醫食住行 就是這四樣東西 就是來去build up你自己的形象 簡單點就是你穿貴東西 穿一些名牌 是吧 但是最重要都是吃住行的 就是吃 你就不斷在那些社交媒體上 駕駛的那些餐廳那些 那些 然後就是甚麼 車子做一輛漂亮的車 然後你再住 其實都不一定要買的 你租而已 都可以的 但是其實有幾多人是會去田土廳去查查一下你那層樓 是不是真的你自己明白的呢 所以在這個比華麗山的騙案 其實我們是有多些資訊的 但是消息來源就要保密 是的 還有我們其實就是 就是大家當我是說故事 就是從前 今天不小心聽到這個故事 是的 從前 我的菲律賓工人 今天在解釋廳都告訴我 也不知道關於甚麼 應該不關這個比華麗山的騙案 是的 不關事 話說那個男的騙徒 那個主事人 他是會約很多不同的圈子的人都會去他家開派對的 有些通靈體質的朋友進去就說 我真的搞不定 好奇怪的氣氛 好不舒服 真是背脊涼涼涼那隻來的 就是已經斷言了 有養鬼仔 有些鬼東西 真鬼東西 真鬼東西 是的 真是鬼 然後就說真的要給老虎 然後他就可能突然跟一個人說 喂 給老虎你啊 你放這個枕頭底就走運的了 然後他就照做 即是那個騙子給他一條符 是的 給他去他家開派對的 那也很符合我 我剛才估計他的身份 風水師 風水懸學 空魚學 是的 之後真的放在這個枕頭底 連續瘋狂發惡夢 很恐怖的 哇 他是懷肚符去吸狗人的那些 像是吸狗人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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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吸狗人的那些 即是這個位置是 即是不知道他們在玩什麼農料 即是有些很恐怖的東西 那另外就即是可能門口有駛名車在那裏 但其實是沒有引擎的 是啊 是只有一個殼的 只有一個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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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殼的 可能在廢棄車場 就是那些煞車場 你煞車場 不要煞不要煞 煞車 是的 這輛幫我裝四個輪子上去 運來我家門口 然後叫拖車 那就可以了 即是有這些事情出現 所以就連買一輛二手的都不用 真的爬在門口 今天不開 不配合我的衣服 那個什麼阿閉爺 都租價超跑 是啊 他連租都不用租 沒有引擎的 厲害 這個真的厲害 車鞋都不用有 大開眼界 所以人的創意是無控制的 然後再說 就是可能 他說他有那個騙局 又這麼巧 又說那裏有三間屋 嗯 有機會那兩間 其實都不知道是不是他的 嗯 因為可能 大家知道有些人 買完一間屋 等著 我有機會是荒廢 去丟空他的 或者有機會是大陸購買完 其實我不拿去住的 我打算投資物業擺在那裏 可能他就丟到裏面有兩間 就刺了 就說自己 這間是我的 幫我不拿來住 不放租 我又不是貪那 十萬爸爸 小小錢 不要煩 很怕煩 有他擺在那裏 升值都幾好 都是說這些 所以 導致整個 雞棚 都搭到這樣 所以這裡 要告解大家 怎麼能夠避免那個雞棚 其實大家就要明白 究竟那些人怎麼搭那個雞棚出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理解到他怎麼搭雞棚 你就會大約可以盡量避免到這些騙案的 是啊 就是譬如 他說他有很多車 有很多燈樓 住豪宅 那大家其實是要撇除他這些因素 因為跟他賣給你的那個什麼project也好 賣什麼貨品 什麼投資計劃給你也好 其實是沒有兩關係的 因為他用你賺你的錢來賣的東西 其實 是啊 還有他可以真的假 那些東西 是啊 是啊 所以大家就應該在你相信那個人之前 就要撇除了這些因素來信他 不能夠因為他帶著一隻雞棚 大哥 理解到你都不懂得分的啦 你真是假的 話說我有一次 那時候還在做售貨品 是 就是更小 之後買了一隻假的帝陀 然後很大 原價兩萬我都還要買假 是啊 但是假的那隻也三千 哇 那應該買一些貴一點的假 因為那時候我的朋友是有研究開這些的 在大陸買假錶 他說不要買勞力士假錶 別人認識的那些一看就看到了 因為勞力士之秒針轉很順滑的 大陸那些假造做不到那麼順滑 會正常一秒一秒一秒的動 那他無法模仿那種 很順滑的 很順滑的 別人一看 只要他認識 也不用說很順滑的 只要他認識之後這件事 他已經是大假錶 看穿你了 但是他有講很多 IWC 那些Cartia 那些超容易冒 他還有講 Panra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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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樣的名字 我忘記了 總之就是 他有講大陸冒的 更漂亮 比原版的 我便宜過他 又沒得更漂亮 所以又是不好買這些 因為會沒得太漂亮 即是比他更厲害 還有你是可以買回瑞士標心 所以貴是貴在瑞士標心上 所以那時候我買了帝陀的假錶 三千元 然後有一次就剛好吃飯 以前認識一些有錢人 然後介紹他有錢人 我幫我吃 那我不講誰 總之很有錢 我想50億身家以上 總之有錢 很有錢 然後聊天發覺 你不是草錶專家 糟糕了 還帶了一隻狗錶在手 然後他還說 吃賣 買classic款 拿來看看 然後我想說 糟糕了 糟糕了 然後我想說 有研究開錶那個 他有說過 他不用顯微鏡 看不到有分別 哇塞 肉眼是沒有可能分到的 他說沒有可能分到 整錶都分不到 他真的要用顯微鏡看 即不是要顯得很厲害 即是要放大鏡以上的東西 即是要很專業的人才分 之後他真的分不到 還有他說最重要是 你不要把錶給他 你把手拿給他 像是藍的 因為最大摩 就是摺乩的那個位置 我的錶心真的很漂亮 但我的錶帶是夠的 是刮手的 那些還沒到算 都會算 咦 心血 每次除錶都算 又沒到狼人的也會算 好像抓出來會算 味道是這樣的 就這樣遞給他 他就不知了 因為他一拿上手 我都會感覺到那個錶帶在樓上 你明白嗎 那個錶心是真是很漂亮的 所以那時候他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被這些染眼法騙到你對面那個 帶路 帶AP 別覺得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去判斷一個人的可不可信 其實你是不應該去看他的愛在的東西 你應該看他的靈魂在哪裡 當然如果衣著太差就沒辦法 他本身就很傻 但如果他是事正正 其實不是很需要因為他的打扮衣著 而要加Credit給他 這是你要提醒自己的 因為我做一個騙事 我一定會穿到星光頸 你是回不了的 所以你不應該去因為這件事而定義我究竟是否厲害 是的 可不可信 其實我想回到寶哥說衣食住行的位置 因為 你不回呢 你又想回去嗎 回吧 好啦 好啦 我接不到了 我接不到了 你們說話 好坦白說 大家對直銷這個行業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是跟騙人的錢 我是認識一個直銷老闆的 Facebook 經常都會看到他開超跑 出去開些豪華遊 或是害羞魚 saint 遊艇去開啤酒 吃很貴的東西 喝很貴的酒 有很多美女 其實我是明白 甚至一些從事保險行業的朋友 或者是從事一個銷售工作的朋友 他們很需要用這種方法去做市場 你做這個銷售 不一定你就是老千 但老千一定會做這些銷售 所以與其說懂得分 不如學懂房 當然有點奇怪 不奇怪 不過是一樣意思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永遠分不到 我沒有記錯 光哥有分享過的故事 就是好像說他還是他的朋友中了招 但那個人幾年後真的回來還錢給他 還一點點 然後原來是想再領不再大一點的 其實你這些其實真的很難猜 不過我覺得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當然他用最快的方法獲取你的信任 即是無論是透過和你 可能剛剛比華里山的案件一樣 他是透過他的行頭 再加上他和你熟落了 即是開P和你Friend了 然後得到你的信任才去診你 還是傳統很多人都中招的中金騙案 就是和你說到計劃的願景是怎樣 又說什麼 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已經成為了我們的總子選手 總之那類東西令到你覺得 哇 你比眼前他吹得很大的那個利益和遠景 蒙蔽了也好 其實我覺得都是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你將你做決定的那個思考 交給別人去幫你思考 其實我覺得最關鍵 就是一個人中招 其實很多人就忽異聽 這樣都中了 我夠了 但其實你回看日常生活 其實可能你自己中了也不知道 與其說中招的人按夠 不如說他們那一秒鐘那一下的決定 無論是基於信任也好 又或者被利益充分了頭腦也好 又或者被自己自己騙自己也好 他做決定的那一下的那個思考 我其實是交了給其他人的 我覺得這個才是中招的那個關鍵 就是如果可能 我以前做生意 我也有虧錢虧了 那時候白兵寶哥也有叫我不要做的 因為盤生意其實一看就知道是死的 但是我自己也做 為什麼我自己騙了我自己 我做決定的那個思想 我交了給銷售我的那個人去幫我思考 而不是我自己思考 所以做的決定不是對我自己最好的決定 就知道了 其實我覺得放在其他地方也是 如果當你一個人 無論你是行常避騙也好 還是你是基於這些騙 行常避騙 其實很多人都會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的 我自己也是行常避騙的人 是嗎 例如呢 因為我很容易相信別人 有人跟我說 有件事發生了 真的嗎 當然不是啦 說笑而已 我是會很容易相信別人 那些人 然後 剛剛講到哪裡了 行常避騙 對 無論如何 你是要反思 為什麼你會經常被騙 到底是你實際上 我好想混蛋 好想黑仔 一輩子 所有人都是騙子 我媽媽都是騙我 除非是這樣 如果不是你是需要反思 為什麼被騙 對 那些人都會覺得你很容易下手 可能會覺得你很容易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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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會下手 也會有這種感覺 也會有這種感覺 其實說來講去 都是說了三腹皮 你被人騙 離不開都是兩大反袖 這個很小 比我爸爸跟我說的 第一是貪心 第二是善心 都是很多時候在這兩方面都騙 那和式經濟圈是善心 所以都是古老智慧來的 我爸爸可能說 二十幾三年前跟我講 你爸爸二三八年前 我是一個很容易被騙的人 都是 因為本人有一對孩子 所以很容易相信人 譬如有些人在 我最記得有一次在新世紀 那時候還是叫新世紀 不是叫Mocco 就是那個商場 黃國東那個商場 對 就有人說 我掉了錢包 可不可以借兩塊水給我 我就借了 這些我都會中 我中過一個更加漆 是嗎 我之後 他沒有雞排都好像很差 因為兩塊水 我那時候有兩個錢在身的時候 就是做第一盤生意 都是在我們現在的工作室附近 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是平安 然後我還懶惰的 跟我的夥伴分享 事源是這樣的 我回公司 遇到兩個大陸的女子 其實已經很奇怪 他們說是遊客走來觀塘 說了觀塘 走來這一區 已經很奇怪 你都說了 不用說這一區 走去觀塘 已經很奇怪 他們就說 他們又不見人包 又怎樣 遊三三 我遇到一次 我遇到一次 然後他問我借一百 然後我又給他一百 你可不可以借一百塊給我 我想想 如果他們真的 遊客又不見人包 一百元他們不夠 沒有 不如我多賣這百元 對 我就回去給他們 然後我很開心 覺得自己做了好事 回上去跟我兩個夥伴說 我另一個夥伴說 我另一個夥伴說 我另一個夥伴不出聲 按手機 然後按 原來他搜尋了一篇 你自己看 這是騙案來的 我就想 為什麼我又給人家 所以我也中了很多這些 所以 沒有的 後來你就不要太容易相信人 唉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以前不是有一些 坐著輪椅賣公仔 賣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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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色的屎老鼻 綠色的圍尼紅 然後還有白色的米奇老鼠 然後我看見很慘 我會忍不住慢一點 所以都是這兩樣東西 就是圍繞這兩樣東西 來騙的 但是你知道我最糟糕是什麼 最糟糕是 因為那時候很小 讀小學讀中學的時候 然後去朋友家裡玩 然後說起這件事 別人的媽媽說 蛤 那個坐輪椅他會走 我看著他下班的時候 是走走的 我又被騙了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很小時候已經知道 其實黑衣有兩種 一種就是 你可不可以知道 大陸下來的那一種 一種就是黑衣哥 整個黑色 有多黑夠 整個很噁心的存在 而這隻才是真黑衣 那隻真黑衣 那些是新光頸漂亮的 那些又拉完耳壺播完歌的 那些其實那些 那些是 江湖買藝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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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第一代不成型 是 就是這些 年輕人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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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集團式的 黃之華的說過 他沒有手也沒有腳 為何可以來到這裏呢 在地上沙灑出來的 這些是好玩地獄的 這些真是混蛋 又說扣頭扣到可以整個 用來發電就整個九龍區發電吧 好玩爆 但這些才是最好笑的 就是搞地獄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 我很小時候已經知道是集團職經營 我想是十歲左右的這些時間 我已經知道 所以我完全沒有管理過 還有因為我小時候有跟爸爸回大陸 他強調說不要付錢那些乞丐 因為他說你一付就整個鑼跟著你 衝啊 所以小時候已經大約知道這些 如果我真的受騙 其實我真的有套到二十六七歲 就知道真的被騙 你也不是二十七歲入地獄 泰國那件事 這個也是癡癡的 其實他裝你也是裝糾紋的 其實那次是死硬的 但都是可以避免到的 但你事前如果能夠有警覺性 其實是有點不合理的 因為話說那時候我們在泰國賣樓 做生意 你知道男人是這樣的 或者做生意就是這樣的 就是你越想 你想做大一點 又想舔多一點 然後在當地就開公司 公司 然後就 最領域的位置就是泰國你不可以持股多於四十九百分 外國人不可以擁有這間公司 所以是要找當地會計師樓號的 當地會計師樓其實你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生氣 還是否真的生氣 總之中間就搭了一個新加坡仔 就認識了一個泰國的會計師樓 然後就開了一間公司 就很容易開到人口戶口 都很容易開到人口戶口 那時候我們賣都賣到有三四百萬港幣在裏面 嘩 應該有三四百萬港幣 因為有千幾萬百元 我記得有三百萬港幣在裏面 然後發覺有一天就 肯定夠夠無論啦 看看Bank statement 為什麼被人按一百萬百元出來 然後就 什麼事呢 但是我們看到的時間就是 我們三個partner沒有人在泰國 全部在香港 我們在想 啊 糟糕是不是旁邊的partner 我本身在一個時刻想 沒理由手腳不乾淨 又不是不等錢勢 而且真的不能在泰國 糟糕 然後就 啊 糟糕了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新加坡的partner 和泰國那個 那我就在想 啊 為什麼他會拿到的呢 因為那個 叫做什麼呢 那個網上戶口在我們那裏 他只能夠當地去按機錄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拿到的呢 因為他拿那麼多 因為Bank的簽名又沒有 要我們簽名的嘛 要我們簽名他才能拿到的 是嗎 我們的認知是這樣 對 而我們真的沒有簽名給他 後來是發覺 原來他之前曾經有給我一份東西簽的 就是把那些股份轉給他 噢 全兩部泰文來的 全兩部泰文來的 那我就叫做一時疏忽 這個真的是我疏忽的 那我就簽了我 然後就轉了股份給他 然後他不知怎樣過51 又不知怎樣 他就可以改簽名方式 很柔軟的 很柔軟的 很柔軟的改簽名方式 就是他就可以拿錢了 那我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刻看到沒有拿到100萬 太糟了 那時候還是三四十萬港幣 都還是一個很控制的範圍 但如果他真的拿到300萬 我們那時候計過 我們當作是值錢 都要含幾年才含得完錢 嘩 你們收得多貴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那晚是誰過去了 是不是你 不是我 不是你過去 是另一個partner 過去馬上開個個人銀行戶口 不是 我好像我過去了 是你過去嗎 好像我有過去了 是你過完再到他過 因為我們要兩個人來收回 收回錢 總之就是過去開了一個銀行戶口 然後馬上把我三四百萬 打走他 然後戶口就馬上零錢了 即是紫舌 我們都奇怪 為何要拿到100萬 我都想不明白 我現在都想不明白 既然他也要收回 他自己也會不會有限量 那他可以每天拿100萬 他可以每天拿100萬 我們飛過去都要幾天 即是第二天飛過去 我們那時候已經是馬上飛過去 即是一天無端端打開衣服 那你怎麼會笑了一塊錢 齊頭啊 齊頭八萬八 這樣吧 已經立即買幾月 立即過去了 三四千元機票 這樣照烏飛過去 這樣 這個致敗的原因是什麼 在我身上 就簽了個名字 簽了個名字 因為就是 認識了一段時間 這個我有個小插曲 那時候我就覺得 人有面相可看 他也是鬼鬼祟祟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和太太一起去泰國做些事 還順便玩幾天 然後這位老鼠仔 他就有來接待我們 然後我老婆第一天 吃了一頓飯 走的時候 我老婆說 這個人相當有可疑 相當有嫌疑 就是覺得他是不可信的 然後我還說 不是啊 對我們都幾好啊 OK啊 但是就是這樣 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又一次中了 是啊 那你隨便開 每個人都沒有了十雞 沒什麼的 人生沒有了十雞 又不是什麼的 學習一下 還有那一刻是公司開始搞不定的 都去到走下坡了 是啊 都是一個急速向下坡的情況 突然間再沒有了三四十萬 加速過軟結 是啊 是啊 那一刻是 那一刻是 嘩 因為你是沒有預期過的人生會這樣遇到的 遇到的東西精彩一點 但是我 後來想起 可能我的思想會出現問題 我覺得 啊 其實被人 就是被人 被人 困錢 困三四十萬 你跟人說到不好意思啊 會太少啊 這樣被人當 你跌了 跌了 就像水果 我一天股票 美股虧了一萬多兩萬元美金 沒有了十幾二十萬 那裏 你那三四十萬算什麼啊 這樣 會有這些感覺 那我又覺得 價值股有點扭曲 是很扭曲的 就是被人 叫做被人困錢 困到又沒有孫無難 會說的話 那麼少的 是啊 我覺得都是還好的 都是給我想像中是 怎樣啊 你看到什麼啊 沒事沒事 OK 所以這些 那些波 不要這麼相片 總之 後來那個人就是潛了水 潛了水 我們泰國真正 我們又認識到這個泰國的唐詩詠 是不是像唐詩詠 蛤 是不是像唐詩詠 對 很漂亮的 很像的 他小孩很像的 很像的 當時我第一次 那我有機啊 不是啊 我們第一次見到 你有沒有錢呢 沒有 我們第一次見到這個泰國唐詩詠 為什麼會像唐詩詠 因為他應該是華人的魂血 華人和泰國的魂血 所謂唐詩詠 就是這樣 新歌和新型都差不多 美女女的 都是平空的 完全平空 然後 我當時想 其實混個太妹妹幾好 你原來是小孩的 還不認識 那沒事了 就是這樣 但有錢的 小孩有錢 所以剛才他說 天明說 我沒有家 我從來講有沒有錢 沒有 小孩真的有錢 但他們很想純情 原來連小孩都是純情 傻瓜 真的傻瓜 可能只是扮給你看 其實是 原來是鱷魚頭腦襯底的 不是 他鱷魚頭腦襯底的位置 不是他扮有錢 是他扮成熟 扮勁 其實他只是有錢 他是傻瓜 就是有錢 大傻瓜 那女兒是傻瓜 那女兒是傻瓜 那女兒是那些小天 她是小天使 其實 她的人真是小天使 真的假的 她真的這麼壞 她不會怕 她過了兩個星期都找不到那個騙子 原來她真的這麼壞 她還用薪給她 那時候 原來她真的這麼壞 這是泰國的唐詩詠 原來她真的這麼壞 那你有沒有用肉體來控制她 我也想 但是沒有機會 沒有這樣的機會 是啊 都是B經驗 說起泰國也很多開心事 遲下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泰國遊記 泰國遊記 說什麼地道遊記 我們遲些開關 我們過這個泰國拍vlog 介紹一下泰國曼谷的名稱給大家 聖地 聖地 這個聖地是樹森邊的 噢 聖地 哇 爆了 爆了 看來以後不講政治了 只要去釋放 聲色犬猛就算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看泰國 中招 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片告 所以其實有時候也是 我經常覺得沒有全入 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有很多事情 因為其實有時候被人騙 你都很難避免 我經常覺得 我們以為是安全 對 那單一條怎麼想到 當然啦 最低級的那些騙局就是 譬如 那些其一 其二就是 譬如我每個月給你多少錢 那些 賺金 因為好像這個比華尼事件 都是 類似 好像給他一球 每天給你八雞 一年就回本了 可能他不用一年就完 他的計劃是這樣 所以都很過癮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在泰國之旅 學到東西 其實我們之後也有在中騙局 哪一段 票據 那一段 那一段說了 有說過嗎 沒有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嗎 票據 算了 有緣再說 票據這個有緣再說 因為蠻得再禁 但是又回金 又可以搞得到 你殺不死我 殺不死你 殺不死你 拿完禍金之後 竟然 竟然 這下 回血 所以 這下都有罪 這些事 我們有緣再說什麼票據 那 低師兄 我看看今天的時間 去到哪 早點 不過可以預告一下 下個星期 我會邀請到一位 玄學師傅 上來分享一下 我有給他看過一次 我是店舖有看的 為什麼要找回他呢 就是話說 我店舖開張的時候 我找他 那幾年後 最後生意很靜靜的 我又找一找他 剛剛找那天就是昨天 但是又馬上康復一些 有時候也有些緣 我們這三位都是認識這位師傅 我有找他看一次 那時候我正值這個閒運 在2017年 買這個泰國樓 買到整個年輕人 這個泰國樓王子 然後那時候如日中天 他就說你什麼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出來做生意 他震了一兩句給白兵 還在夢想 再創高峰 原來已是下山途中 好繼續 阿高仁也好嘴 阿高仁也好嘴 阿高仁在旁邊 那時候是說你什麼 對不起 那時候不知道是說金水年什麼 那我的命是金水年是閒運的 原來你就是金水 然後是閒運的 但是今年他說得很遠轉 他裡面那些位置 難道不是走穩 沒有理由 應該批過大人走的 誰知道就是那年糟糕 就是那年糟糕 就是2018年 就是2018年 就越奶越金 就是做什麼都 就是人家做得很好 我就是漆頭皮 因為我想起 我自己以前也是有批過鐵板 鐵板一陣先 然後他就說我 就是我們100年的時候 就是他有一句話 人都落陽花似錦 我都落陽是沒有人化 就是他的意思是 很少會寫粗話 在那邊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人家去到那個industry 就說你開那個industry 你去那個industry 就說你落保證影影 不過很多時候 我發現我都是看回頭 才覺得有些道理 就是你在那個 糟糕啊 你找我那時候 你不想看本事 因為我不能相信 本事肯定不知道 被寶哥棄在那邊 當然在綠統 這個又幫我收藏 我們開一集幫你 算不算是音樂 我幫我喇一喇 如果你不是音樂 你現在哪裏開到咪咪啊 又關你事 這些是宿命論 就是這樣說的 大家今天有完聽百壁的 全靠寶哥 我還記得我有叫你去錄那個什麼 我鼓勵你的 AV AV 我鼓勵你的 AV那時候 我鼓勵你露養 你記不記得 是鼓勵我露養 是鼓勵我露養 是呀 我真的有 有一點點 不敢說多 全靠我們做泰國有生意失敗 要不然怎麼做到 今天極高度 虎哥你有沒有玩過寵物小精靈 有啊 你每一代 紅綠藍那個年代 即是黑白的 你每一代都會 你剛剛出了 你一開始拿你遇三家的那一隻之後 會有一個人教你捉精靈 他就有NPC 你就是那個NPC 如果沒有我教小智怎樣捉精靈 他怎樣拯救這個世界 所以真正拯救世界的不是小智 就是我了 是我 神經病 沒錯 今天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聽 好 下集是堪如學 下集是堪如學 他聽說堪如學 他很堪 我記得他很堪 少不少有 楊天明也好像是 好吧 天明呢 天明好像不是 他是本土的 拜拜 拜拜